以娶嫁良人 第九集 本视频属于编外书童 未经允许 请勿搬运 魏英说通了几位师父后心里总算轻松了一些 虽然师父们布置的作业极难 但他有信心完成 其他几位长老除了现任魏夫人的父亲一派外 都和魏英关系不错 关键时刻应该不会坐邀 魏英现在就等着父亲松口了 云深不知处理 兰安芝某天不小心听到父亲和兄长讨论他的亲事 把他吓了一跳 父亲真是糊涂了 怎么能让他和二哥哥嫁给同一个人呢 而且他们都不喜欢为二公子好不好 兰安芝了解父亲的为人 虽然宠他 但最重要的还是兰氏 所以他的亲事自己是做不了主的 于是他决定逃跑自救 临走前兰安芝还是去找了兰湛 把父亲的意思全都告诉了他 至于他想怎么做他就不管了 反正自己是不会坐以待毙的 兰湛对这件事的震惊程度远远大于兰安芝 他原本以为父亲想撮合阿允和魏二公子 没想到这里面还有他的事 这几天兰湛没事就在制作送给魏英的礼物 上次得到的童玉他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给魏英做个护身符 毕竟童玉等级不算特别高 他又没有其他的辅助材料来练气 练一个低级的法器 还不如练一个护身符来的实际 因为童玉有其他天才地宝没有的最高等级的防御力 魏无忧的是一下子让兰湛有些慌了 他知道父亲向来都是最看重兰氏 其次就是阿允 他的想法从来不在父亲的考虑之中 可是他已经答应了魏英 而且他也只想嫁给魏英 所以他绝不会答应这件事的 不管他平时怎么且过得过 这次为了魏英和自己的幸福 他一定要让父亲改变主意才行 兰湛主动找父亲的次数不多 除非是汇报任务完成情况 父亲 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兰湛鼓起勇气对兰启人说道 兰启人正心情不好 因为兰安之离家出走了 他正在和兰西辰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 你能有什么事和我商量 兰湛愁了一下还是道 父亲还记得魏远道吗 魏是旁之那个 他和我说想娶我做敌夫人 现在已经回去准备聘礼了 所以我来和你说一下 兰启人听到兰湛提起魏远道 眉头直皱 当初他还蛮看好他 家事不错 本身的资质也极好 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喜欢阿云 现在倒好 又看上兰湛了 不成体统 哪有双儿自己做主亲似的 我看那个魏远道 也不是个好东西 既有心怎么不来找我说 虽然兰启人没想让兰湛嫁给魏远道 但是面子上还是要说得过去 不然他这样胡闹一折腾 说不定让魏无忧不高兴了 他的计划就要泡汤了 等他来提亲自然会找父亲的 兰湛有些不高兴的小声道 本来就是嘛 又不是把他拐跑了 人家可是会正经来提亲的 兰启人见兰湛 反驳他立马不高兴道 那他要白跑一趟了 你的亲事我已经帮你定下来了 兰湛有些着急 父亲 兰启人抬手打断了兰湛的发言 不用多说了 你的亲事自然是由我做主 而且对方可是魏氏主家的二公子 让其他人也不敢和他争 可是父亲 我不喜欢魏二公子 而且你不是很看好他和阿允吗 而且我一个数子怎么能嫁给他呢 兰湛据理力争 他绝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听了兰湛的话 兰启人更来气了 要不是他想娶你 我还不想让你占这个便宜呢 你也不要不知好歹了 能嫁给他不管什么位分都是你高攀了 我不想高攀 父亲还是回绝了他吧 兰湛争论道 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我的话都敢不听了 兰忘记你给我听着 兰氏教养你长大 你就必须得为了兰氏做贡献 为二公子的亲事是随便能退的吗 你是想害死我们兰氏吗 为了一个男人 你就这样对我说话 我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了 兰启人生气地说道 兰湛见父亲生气就没再回话了 兰西尘站在一旁看兰湛还是不肯认命的样子劝道 忘记 我们也是为你好 为二公子想娶你 就算魏远道知道了也会考虑要不要得罪他 你不要太执着了 到最后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 兰湛心想着 魏英才不是这种人呢 他肯定会说到做到的 大不了他们俩以后云游四方不参合家族事务 他就不相信魏二公子会一直抓着这件事为难为鹰的家人 而且还有魏宗主和少宗主在呢 也不可能看着他胡闹 兰启人背着手站在那里不说话 兰湛对着他跪了下去 父亲 我不是魏二公子的良配 就算勉强在一起 以后也会出问题的 这样一来兰氏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请父亲慎重考虑 好啊 你敢威胁我了 你给我去外面跪着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起来 兰启人生气地喊道 兰湛在外面罚跪的时候 兰启人和兰西辰也在里面商量对策 父亲 我觉得旺姬说得不无道理 如果强行让他嫁给魏二公子 以后要是不小心得罪了魏二公子 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兰西辰担忧地说道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 魏无忧就是要娶蓝忘机 我能不同意吗 还有阿允要赶紧找回来 不然就错过机会了 阿允和蓝忘机不一样 他会听我们的话的 兰启人还在做着两人同事一夫的美梦 但其实魏无忧根本还没答应他呢 他要是听话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蓝西辰在心里想着 可是阿允好像也有点不愿意嫁给魏二公子 不如阿允的事还是按以前的计划来吧 这样对蓝氏的助力最大 蓝几人想了一下 可是能攀上魏氏的机会不多 说不定这就是蓝氏的机遇呢 蓝忘机我是不放心的 所以我才想着把阿允也送进去 蓝西辰知道再却没用 就没再说话了 反正只要对蓝氏好 他都是得力的 由于蓝湛拒不妥协 蓝启人就让他整整罚跪了三天 最后还是蓝西沉想了一个办法 他对蓝启人提议 告诉蓝湛如果不接受家里的安排 就把他逐出家族 蓝湛听到父亲的告诫心里很难受 但他从小就是被父亲训斥和忽视长大的 以前为了阿允他什么都能忍受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是他第一次想自己做主 更何况魏英值得他这么做 他无法想象嫁给别人和别人生活一辈子的情景 所以即使父亲用断绝关系来逼他 他还是硬抗着了 而且他想着正好断绝关系了 魏氏以后也不会找蓝氏的麻烦了 不过想脱离一个家族是没那么简单的 蓝启人听到蓝湛的决定 当场就气炸了 好啊 这就是我养出来的好儿子 为了一个男人就要和我断绝关系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这个孽重了 蓝启人在屋里发脾气 蓝溪尘也没有插话 父亲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蓝启人越想越气 那就如他所愿 看他没有家族庇护 人家还会不会娶他 就算娶了他真以为他有好日子过吗 父亲这可不行 先不说为二公子那里怎么交代 忘记好歹也是蓝氏子弟里难得的金丹修士 如果被逐出家族是要废修为的 这样我们不止少了一个可以联姻的儿子和弟弟 更是损失了一个天赋不错的修士 蓝溪尘急忙劝道 蓝启人冷静下来想了一下 觉得大儿子说的也有道理 那就先让他去寒谈思过 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放出来 至于亲事等他们到了再说 我还不相信了谁还能不经过我同意 就把他取走的 谢谢关注编外书童 下集见 下集见